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旗团旗下高端执品牌好程序 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支点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RDD的两种创建方式 RDD的编程API Transformation算子介绍 Axion算子介绍 那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型的QO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会有老师给大家讲解和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好同学们 那这节课呢我们来主要说一下RDD的编程API 那首先打开我们的文档 那文档中呢对当前RDD的编程API有一个简单介绍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啊 那么RDD呢默认支持两种操作 一种是转换操作 一种是行动操作 那RDD的转换操作呢 是返回一个新的RDD的操作 比如Map和Filter 那这句话大家如何来理解呢 首先大家记住 我们RDD变程呢 一般来说呢分两种 一种是转换和行动对吧 那么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个名词 转换呢我们一般叫做Transformation 行动呢一般叫做Action 那Transformation呢下会提供一些算子 例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Map和Filter 那这些算子呢 只会将当前计算步骤呢加载进来 但并不会得到结果啊 它只是进行加载 那只有当我们调用行动操作的时候 也就是Action算子的时候呢 才会向驱动程序返回结果 或把结果写入外部系统操作中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调用行动之后 之前所有调用Transformation 即转换算子的这些操作 才会得到真正的结果 所以此时呢在这里我们要记录 我们分为这两种 而且Spark呢采用的是惰性计算 RDD呢只有在 只有第一次在一个行动操作中呢 用到时才会真正计算结果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调用行动算子 也就是说Action算子 那么所有的Transformation的计算 都不会得到任何效果 所以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除此之外呢 Spark可以优化整个计算过程 目前情况下Spark的RDD呢 会在你每次对它 进行行动操作的时候呢 进行重新计算 那这样一来呢 肯定会很耗费时间的 因为一个数字 咱们可能算很多次 对吧 那此时呢 在这里有那个Spark呢 提供了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呢 如果想在多个行动操作中 重用一个RDD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使用RDD点这个 ProStake的啊 ProStake的 这里让Spark的RDD换存下来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RDD图取 读取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重用当前RDD了 那这些呢 就是一个RDD API 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下节课呢 我们会简单来说一下 TransformMessor和Action算子 OK 那谢谢观看